在古典月深的陪衬下 五公尺巨型螢幕呈现达文西在各个时期的自画像 以及他在各地的创作成果 透过细节的局部放大及手稿的动态化 让观众深刻体会达文西对艺术与科学的极致追求 像看电影般沉浸于达文西的奇想世界 沉浸室的内容大概是25分钟 那他其实有点类似是一个电影的感觉 然后每一段的前面都会有简单的介绍 达文西在那个城市里所做的一些事情 然后他在那个重要的作品重要的发明 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五公尺的荧幕里面 看到非常多你一般可能在画作里面看不到的细节 除了长达25分钟的沉浸式震撼视觉效果 这次达文西体验展策划单位 还与罗马博物馆方面合作 引进超过50件 以达文西设计图稿制作出的实体物品 包括著名的飞行器 战车 潜水艇等 让观众亲自体验 号称史上最强斜钢天才的前瞻创意 与惊人的想象力 其中这件城市模型 就是达文西为了解决温尼斯水换所做的设计 因为达文西就是一个非常全能天才 然后大家比较熟悉的东西 就比方说它的飞行器战车等等的 但是这一次非常特别就是达文西 它有非常多大家其实还不知道的东西 那这次展览里大家都可以看到 一些你所不知道的达文西 比方说现在这个城市的设计 就是可能大家本来不知道达文西有做的东西 那它这个就是因为当时 威尼斯的水患非常严重 然后就会有非常的疾病的诞生 所以它就设计了这个 每一个就是居住的地方 运输的地方 全部都是不同层次的层次 然后来解决威尼斯水患的这个问题 展场还规划多项互动区域 参观民众可以动手操作 了解达文西每一项发明与创意背后的科学原理 好玩更具有教育意义 达文西就是有非常跟力学相 非常多跟力学相关的发明物这样子 然后尤其是跟齿轮有关 然后跟离心力啊 然后轴承啊那些有关系的东西 其实在我们现代里面都 现在的社会里面 我们到随时都可以看到 那比方说我们现在看到这个东西 就是它一个像是离心力的感觉 对 它在当时就用这个东西发现离心力 其中这座达文西为暂时设计的五地木桥 除了以实体比例呈现外 现场更有缩小版模型 让民众挑战组装很获好评 我觉得很难 对可是很有趣是它就是角度对了 然后力量对了就可以撑起来 我是觉得不难 因为我只要把它 它有两种规格嘛 一个是全时的 然后其他的基本上就是有缺孔的 三个缺孔 你把它分类出来之后 其实你就可以对照一下说 它的十孔跟缺孔的交接处在哪里 接就拼得出来 达文西绘制号称人体完美黄金比例的 维特鲁威人 则化身为魔镜 让参观民众实际测量自己的体态比例 相当有趣 体验展的另一项重点就是这幅全世界最著名的画作 蒙娜丽莎 透过工程师近距离拍摄及长达十年的分析研究 揭开这幅画作的真实样貌 及隐藏其中的二十五项秘密 这是一个法国的工程师叫做Pascal Colette 他受邀在去罗浮宫近距离的拍摄 蒙娜丽莎的完整的照片 然后他透过红外线 然后以及各种的光谱 然后来对蒙娜丽莎进行研究 然后一方面还原蒙娜丽莎在五个世纪以来 画作上非常多的瑕疵 然后以及受过的伤害 尤其难得的是 参观民众还可以看到蒙娜丽莎这幅名画的背面 比实际到罗浮宫还可以看到更多微笑背后的神秘面纱 它是非常百分之百完整的附置在罗浮宫里面 蒙娜丽莎的那幅画 包括画作的背面 然后画作背面上这些所有的细节 都跟原画是一模一样的 包括说大家现在在上面看到这个29 就是当时蒙娜丽莎从凡尔赛宫 移到罗浮宫的时候的编号 然后以及这些就是他在之前修补的时候 修补画板的时候的痕迹 就是这就非常完整的呈现 蒙娜丽莎本来的样子 独家打造的AI达文西画室 则让达文西跨越时空亲手示范如何画出 抱着淫雕的女人 这样不同于一般静态展示的多元体验方式 让不同年龄层的参观民众都能轻松走进达文西的世界 虚实交错的达文西体验展将展出到9月29号 想要亲身感受达文西横跨科学发明与人文艺术的辉煌成就 如何影响人类文明史的民众 可千万不要错过 记者张祈腾台北报道